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家常辣椒蛋炒肉 接下来我们准备的食材有 螺丝椒 300克 瘦肉片 250克 五花肉片 150克 大蒜籽 20克 鸡蛋2个 红辣椒2个 配色 大蒜叶20克 螺丝椒 切滚刀块 红辣椒也切滚刀块 大蒜子 拍碎 大蒜叶 切成段 一块 小鸡蛋 辣椒 放少许 生抽 入底色 鸡蛋 煎成糊粑蛋 切成四块 卸完以后备用 锅烧热 不放油 放入辣椒 擂炒一下 擂炒的时候 开小火 千万不要炒糊了 加入 少洗食用盐 让它入点底味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让辣椒 更加的爽脆 倒出备用 锅烧热 发锅 牛少洗净油 放入五花肉 煎香 倒出猪油 再放入大蒜 煎香 再放入瘦肉 炒至断生 加入辣椒 翻炒几十秒以后 开始调味 加入少许 食盐 少许 蚝油 少许 炒至少许 老抽 再翻炒几十秒以后 加入切好的鸡蛋 加入少许 明油 大蒜 翻炒几下 就可以出锅 装盘了 ?". 进入 感谢观看